9月3日,香港警方會見傳媒時指出,在2日的拘捕行動中,有疑似記者身份人士對警務人員實施圍堵和襲擊。 近期的暴力示威活動中,警方已查獲了大量假記者證。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忍中認為,專業的記者不會影響警隊的行動,更不會做出襲警和搶犯的行為。 因此警方懷疑有人以記者身份作為掩護,參與非法暴力示威活動。 究竟是什麼人立心不良,要用假記者證呢? 這些假務的記者,去到暴力示威的現場,其實他們擔當了一個什麼角色呢? 各位,我們在很多媒體的合作中,都是很有默契的。記者是不會阻礙警務工作的進行。 因為專業的記者從來都不會影響警隊的行動。 但是昨天我們看到在太子,當警務人員去制服被捕人士的時候, 而記者圍著同事拍攝的期間,有超過10個人曾經圍著,也有人襲擊我們的警務人員。 同事不知道這些襲擊他們是否想搶犯。 所以,他作出了使用胡椒噴劑的方法去應付這些人。 我相信真正的記者一定不會作出襲警和搶犯的行為。 但明顯,有人以記者作為掩護去襲擊警務人員。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警司李桂華表示, 冒充記者身份令部分人士更容易接近警方防線,挑起事端。 他告誡這些別有用心的人士,使用假記者證,可能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73條。 這項條例罰則相當之高,此外亦可能觸犯其他法律條款。 其實我們在很多時候驅散之後,又或者譬如說在一些案件裡面, 我們都找到很多假記者證來的,那為何要使用這件事呢? 有些片看出來,我都看到其實他是想用這個方便來接近我們警察的封鎖線, 又或者甚至有些是想生起一些事端。 那如果譬如說是有這些記者證發現到,而我們發覺他是行駛了以上的情況之下, 其實我們可以是根據我們的刑事罪行條例第73條, 就是說是這個行駛這個虛假文書,這個罪行都是相當之高的。 所以我在這裡都希望透過傳媒跟那些人士說, 不要犯這個條例,因為這個條例本身的罰則是相當相當之高。 還有,如果讓我們發現到他根本不是一個記者, 而是用另一個角色去參與這個非法活動的話, 他也都是會干犯了其他,譬如說是他當時有的罪行, 譬如說是非法,一個非法的Northal Assembly等等的情況。 人家今天都會可以感到的是, 這邊也會不會設定的朋友, 我們就會想要不要和建築了,